今天是我們的第六堂課 講義的部分各位手上應該有 五一到六十 那這個錄影的部分 第一個擺錄影上面有 第二天有在把我們傳到 YouTube上面 所以其實兩個人都可以去看 也歡迎分享 好 五一到六十 我們先很快地來把今天的字根 帶各位看過一下 第一個請一下Lingua Lingua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字根 因為其實它就是我們的舌頭 Lingua 所以以前在中國有一個殘忍的酷刑 就是把舌頭怎樣剪掉 讓人不能講話 春秋戰國時期有兩位 一個叫舒秦 一個叫張儀 Mesca手上一本書叫秦儀 其實就是講的 這兩位非常厲害的人物 合衆跟聯合 那舒秦跟張儀 其實尤其好像是舒秦 他當初聽說很慘 後來深掛六國宰相各位 甩不甩 甩義就叫做挑白 六國請他當宰相 這是什麼概念 這很厲害的意思 但是各位不要忘了 他前面三年前還是兩年前 其實很慘 他去跟那個秦國皇上講這個事情 秦國皇上不停 怎麼 英文叫 這當然是錯誤的用法 這是根本不理他的意思 問題是誰啊 Nobody 你說Nobody要來跟我提案這個事情 這個英文叫Propose 沒人理他 結果還被大打了一頓 窮困潦倒 最後回到他的家鄉 回到他的家鄉 你覺得家人對他怎麼樣 抱歉沒有人理他欸 他老婆也覺得你這個窮小子 把自己搞成這樣 他大嫂也覺得你這個扶不起的傻子 我會把自己弄成這樣 但他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 他就叫他老婆說 你看我的舌頭還在嗎 好就這個字 來去聽一下Lingua Lingua 他老婆一看 你舌頭還在啊 他說你放心 只要我舌頭還在能說話 我一定有翻身的意見 結果被他幾年後 他就生化六果才像 佩義 哇這個厲害了 這你只Lingua 所以第一個跟語言舌頭有關的 那所以為什麼後來在語言學 叫Linguistics Linguistics 因為他就跟語言之分有關嘛 就這麼簡單 好 所以五一是這個Lingua 來五二 一起聽一下Litter Litter Litter是什麼呢 是字面的含義 因為跟letter的關係 再來 Loc跟地區地方有關 一起聽一下Local Local Local是地方 本地 當地的 再來Log 各位有沒有發現 Log跟Ling怎麼樣 也超像的 Lingua Lingua Loga Loga 其實都跟講話有關嘛 好 所以都是Language 這個字 那如果要延伸的更遠一點的話 來找一下 L-O 9 L-O 9 來請看 不熟就把它拍一下 一起聽一下Logo Logo Logo是道 到變成邏輯 一起聽一下Logic Logic Logic變成語言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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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語言道 邏輯 所以我們說這個人講話很有道理 就是這個人講話很有邏輯的意思吧 那這個人講話很有道理邏輯 就是跟舌頭有關啊 他能夠發出聲音 就這麼簡單 好 OK 現在很快的帶各位看過 我們待會兒會詳細講 所以Dire 透過語言模式來做溝通 西方的哲學非常有趣 西方叫真理越辯越明 就是我們來開始辯論 debate 這間公式有那個正義論 有看過幾句說 Normal 這個很有名的哈佛利堂課 叫正義論 什麼叫justice 那個 哲學裡面有一個叫倫理學 倫理學就有一個天有趣的題目 哲學的倫理學不是那個什麼 社會倫理造成那個倫理 哲學的倫理是抽象思維的那種思考思辨 譬如說 走呢 現在外星人綁架地球 想像 外星人綁架地球 然後說你們地球在哪七十億人 那請你們交出一個人 交出一個人 你們地球就可以免於被毀滅 不然我們用那個光 光束的槍有沒有 像你們地球發射 你們地球七十億人就死光了 這樣 好 請你們交出一個人 可以嗎 一個人就七十億人 可以嗎 好不好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 那如果剛才說交出你可以嗎 可以啊 也可以 哇 還犧牲小我咧 那交出你爸爸可以嗎 大概是考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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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倫理學的問題 那交出你媽媽可以嗎 那萬一你有 就如果你有小孩 說交出你兒子可以嗎 你就考慮更多了 為什麼不教我 為什麼不教我 不行他外星人指定教你兒子 他就會有各種不同的情境狀況 讓你去思考 欸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好 倫理學的概念 好 那西方的這個 哲學的概念是 真理越變越明 東方完全不一樣 如果你念過老子 老子叫道可道 非常道 白話意思就是 可以說出來的就不是道 白話的意思叫 話一說出來就錯了 可是當你一說話 就變得本意有一些差距 那當你說越多話 就會錯越多 你了解嗎 所以中國的哲學 尤其是老莊的哲學 是盡量不要講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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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講話 上次還有人講過 碾花微笑有沒有 羅漢跟世尊 他們都不講話了 就拿一個葉子 拿一個花 然後笑了 然後就懂了 超厲害的 心靈相通還怎樣 I think it's dialogue OK 就是很多東西 背後都有一個邏輯跟道理 各位去思考 然後 Lokui Lokui Lokui怎麼樣呢 你會發現 Lokui還是誰啊 還是Logo啊 還是Logo啊 所以這個是G跟Q G跟Q 代表說話的字根 所以你會發現很有趣 Logo Lokui Lokui 它是G跟Q 那為什麼G跟Q可以換呢 因為各位要想一想 以前沒有印刷術 在幾千年前沒有印刷術的時候 人們怎麼寫 手寫 Pan writing 那手寫的時候 很多槽寫體都會長得很像 我去想一下那個Q的寫法 跟那個G的寫法 然後事實上不只這幾個 還有譬如說 J Y G 這幾個 其實他們都沒有被寫錯 J Y G 如果他們都寫成小寫的話 你會發現這幾個 寫起來都很像 寫起來都很像 也就是因為寫起來都很像 所以最後就被寫錯了 那舉個例子 因為裡面有一個字 叫做 JEW JEW JEW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Dict Cm 還詞 那J EW 各位有沒有學過豬寶 哪個字啊 Jew Jewelry 好 聽一下它的翻譯 Jewel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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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Jewelry叫豬寶 其實這個字是不折不扣的錯字 為什麼它是錯字呢 原來它來自於這個字 GEM 來寫一下 JEM JEM叫做寶石 為什麼JEM叫做寶石呢 因為是大地之母 也就是Gaia 我們之前講過Gaia女神嘛 大地孕育萬物 所以大地之母所生下來的寶石 因為是天生的 來寫一下 J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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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M跟N代換RLMN OK 那後來被寫錯字喔 你看 G寫錯成了J 然後EE沒有變 M寫錯成什麼 W 因為 UVWM 我們順便補充第三個 UVWM OK 那為什麼UVWM可以代換呢 因為U 本聽說古英文只有U這個字母 後來U減肥變成V 後來再把V寫點 各位 V寫兩邊應該叫DoubleV 可是它唸DoubleU 表示它根本不是V 它是U 結論 UVW是同一個字母 它是U變成VV變成W 那J為什麼擺一個M呢 一樣的原因 曹寫 在熟寫體 曹寫體裡面 W跟M常常被砍錯 所以以前有人寫一本書寫完之後 真的是寫 我們現在講寫書是打字母 印刷 以前是真的寫 寫完一本書之後 在這個皇宮裡面 因為以前受教育是皇宮貴族的權利 憑民百姓根本沒什麼機會 然後他們就會找一群抄寫員 叫人體影印機的意思 得到來現在有一本書了 你們分下去十個人 你先抄前面十頁 你抄另外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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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兩百頁 找二十個人好了 各抄十頁 然後你們再交換 然後呢 馬上就把一本書抄出來 那請問人在抄寫的時候 會不會看錯 會不會抄錯 會不會理解錯誤 對啊 都會嘛 所以一定會有一些小錯誤 那於是這個錯誤就產生了 那這個錯誤還一直留到現在 非常有趣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珠寶這個字 那意思 Jewelry Jewelry 其實是個錯字 好 但現在你跟人家講 GIN 大家反而比較不熟悉 但是還是有這個字喔 如果你去查的話 GEM 還是有這個字 只是反而這個字沒有那麼常聽到 好 對 聽一下發音 J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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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請你不要誤會它是果醬 因為果醬叫什麼 JAM 對 J A M 你會發現很有趣的一件事 這個字在你詞 JAM J A M 怎麼唸 JAM JAM 超像的喔 還蠻像的 J A M 所以一般人你跟他說 這是寶石 他聽成這是果醬 因為他比較不熟悉這個字 OK 可以拍一下 好 還沒用海池的同學 請你下載一下APP 他的APP其實蠻方便的 而且每天會自動推播 好像會推播一篇文章給你嘛 所以每天可以收看 這叫強迫學習法 好 日文叫勉強 勉強一下 剛開始勉強 好 我們來看五十六 今天很快的帶各位看大康 內容還沒念 五十六一幾年現在叫LUNAR LUNAR LUNAR叫什麼 月神 那在老師的網站上 127 88 右手邊 打什麼關鍵字有講過嗎 神話 神話就好了 神話 等他一下 神話 好 就打神話 神話 神話 打神話之後呢 就會有很多相關的文章會出現 等他一下 好 秋彼特 阿瑞斯 新奇的由來 雅典娜 等等 普羅米修斯 Pandora 這個很有名的 手鍊很貴的 然後呢 還有一個叫什麼呢 十二祖神 那這篇文章進去 你會看到有一位來信一下 Diana 這位就是LUNAR 月神 畫起來滿美的 然後他的拉丁文名字就叫Diana 戴安娜 所以戴安娜 其實是月神的拉丁文名字 他的希臘文名字叫LUNAR 那月神叫LUNAR 各位 LUNAR 月神 後來變農曆還是火曆 農曆 為什麼農曆 因為月亮的引力 會造成地球的潮汐現象的改變 那地球的潮汐現象改變 跟農夫灌溉農田水利有關係 其實都是環環相扣的 你知道或不知道他的概念 所以後來農曆為什麼叫做 來聽一下 LUNAR CALEND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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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因為他就是月神 事實上有女生名字 他就叫LUNAR 叫LUNAR OK 好 是不是小孩 日本還是月光戰士 我代替月亮神巴黎 LUNAR 我跟這很沒關係 這裡是LUNAR OK 那之前應該有講過吧 在這個最後面 其實下面還有一個是 華人的月神哪一位 常鵝 對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道教徒的話 它叫做太陰星君 太陰星君 一定是哪個陰 陰陽的陰 因為太陽是陽啊 所以月亮一定是陰啊 很簡單吧 所以日月叫明啊 OK 如果你看那個古字的話 古字就是畫一個太陽 畫一個月亮 叫明 因為古代在沒有燈光的時候 這兩個東西是最亮的 就這麼簡單 那下面還有文章 十二祖神 這個進去看 然後它的希臘文名稱 跟 這個拉丁文名稱的對照 好 然後甚至還有一篇叫做 用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這三次 這應該有講過吧 有嘛 對 然後講過之後 有句經過的請舉手 還沒嘛 對啊 所以 一個半小時的演講的內容 其實對你會有滿大幫助的 資源都在網站上 127888 那誰用得多 誰就進步得快 就這麼簡單 好 來 五七 一請一下 Main 好 這個Main Main跟居住有關 其實這個Main 可以變成很多啦 譬如說 有一些是聯想 但有一些確實跟字根有關 那Main 好 那舉例啦 要查跟字根有關 請問哪一個網站 還是 不是 還是查字典 E-T-Y-M-O-N-L-I-N-E 叫做 Atom Online 這個網站呢 叫做 線上詞源字典 應該有在過吧 沒有嗎 哇 那趕快 今天你知道了 英文老師的秘密 好 第一個 其實 英文老師不見得知道 因為如果你六年前問我 我也不知道 我是這個 四五年研究詞源才發現這個網站 大概用了五年左右 好 第二個 就是英文老師知道 他通常願不願意跟你講 欸 願不願意 不願意 為什麼不願意 對 人性 他跟你講了之後 你自己查就好了 你就不用找好吃了 這叫人性 但是我覺得呢 應該提供出來給大家使用 OK 那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舉例好了 就是這個Mention Mention 我們就可以把它打到這邊來 好 隨便和單字都可以 但當然不是所有單字都有資本可以查 但八成到八成五以上都可以 好 他就解釋啦 好 開始於什麼時候 十四世紀中葉 好 所以大概五百多年前 Ship Residence of a Lord 哦 原來它本來是指什麼 地主住的地方 那地主住的地方 Lord 有一部電影叫 The Lord of the Ring 它叫做什麼 摩戒 摩戒 中和大陸翻 指環王 指環王 所以如果你聽到 中和大陸的人說 指環王 你要知道是摩戒 好 來稱之Lord The Lord of the Ring 就叫戒指的主人 所以台灣翻摩戒 大陸翻指環王 好 所以Lord叫做地主 叫做主人 所以地主住的地方 哇 那一定很氣派 一定很豪華 因為它是地主 OK 然後還從古法文 Mention State Permanent Bought House Habitation State 十三世紀法文詞源更早 Latin 八丁文 Monsina Nominative Mention State 一樣是停留的地方 所以翻成白話 就是停留的地方 停留的地方 這邊 Send any large state to the house from 1510 好 所以從十六世紀開始 開始有這種大房子的意思 The word also was used in middle English as a stop or stage of a journey day 那有另外一個在中古世紀英文的用法 叫做旅程當中暫時的停留 就這樣 OK 好 所以你可以整個看到它在歷史過程當中 法文的詞源 拉丁文的詞源 這個希臘文的詞源 等等 OK 那有時候你看這裡Mention Mention 上面跟這個有發明 它有顏色的字 你就可以再點進去 點進去 就可以再找到更細的字根 OK 那以這個字來說它就是地主的房子 所以回來這裡是Mention Mention 那地主是有錢人 當然是住大房子 就那麼簡單 那我們可以聯想一個東西 聯想 這個就是聯想 Main叫主要的 其實請問地主跟主要的有沒有關係 再講一次注意聽 地主跟主要的有沒有關係 還沒聽出來再聽一次 就是地主跟主要的有沒有關係 一定有關係嘛 因為它用同一個字啊 它用了同一個字 地主主要的 OK 他們一定有關係 只是 就連詞源字典也無法百分之百追蹤它的變化 因為畢竟詞源字典是突然人們編的 在編的時候 它再努力再認真 有些東西就它會斷掉 在歷史的演技過程當中 它就斷電了 這個連鎖就斷掉 那這是要靠我們的想像力 去發揮想像力 去發揮想像力 我舉個例子好了 有一個字 叫做host 來聽一下host host 像這個字我自己想的 沒有根據的 這個字我自己怎麼想的呢 為什麼host 叫做主人 我就在想這個字 然後我就想到台灣有一位什麼姐 hold住姐 對吧 hold住叫做什麼 hold 來聽一下hold 那我就想啊 hold叫hold住 主持人一定要能夠hold住全場 對吧 然後加上ist ist ist在英文不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很多意思嗎 所以照我的想像沒錯的話 應該有個字叫什麼 來聽一下hold this 但是你看字典有沒有這個字 沒有這個字 那為什麼沒有這個字你知道嗎 因為中間被神就這樣了 所以剩下來一切一下host 所以能夠hold住場面的那個人 叫主持人 以上是我下拜的 這下拜的滿有道理的 各位 有時候真的我們持有字也找不到 但你因為在研究字 就是翻著 欸 雅虎應該有感覺吧 最近聽課講課 聽課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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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新的 很多東西 透過海誌 發現他其實慣例度滿高的 是啊 是啊 一查就有了 事實上我們這邊也有老師 就出了幾本書 然後他後來呢 出書之後拿一本送我 然後我說為什麼他送我 他說感謝Gary老師 因為跟我講了幾個網站之後 我就可以出書了 就是他查很多相關之波 超快的 他說以前他自己想 自己編好 查這個話 查累死了 他說你跟我講的幾個 像包括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我也跟很多老師講 好 然後他這個海詞的一些工具啊 好 像我們有老師超認真的喔 清英老師真的超認真的喔 欸 有位老師 他怎麼 背課的你知道嗎 他背我們的智慧課 他是法文字典放這邊 德文字典放這邊 拉丁文 因為去過他講 一個男生 拉丁文字典放這邊 希臘文字典放這邊 就是他身邊有大概快要十本字典 就是各種語言的 然後各本有一個字對不對 他就開始 這個法文是什麼 然後查一下法文 他就是英法 英德 英拉丁文 什麼什麼什麼 他就這樣 他一個字可能要查一半小時 一小時喔 一個字喔 那當他這麼做之後 請問他會不會對這個字 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會 但我覺得太累 我覺得太累 我覺得太累 我是比較工具控 我是比較喜歡找工具的 所以後來我找到一個工具 叫做 順便告訴各位 L-I-N-G-O-E-S 現在不曉得還沒有 叫做Lingos 好白 這工具做啥用的呢 還是你叫Lingos 請問你有沒有發現它是什麼字跟 Lingos Lingos 是不是剛剛今天第一個單字 它叫做字典 它是不是跟語言有關 它叫做跟語言有關 是不是跟舌頭有關 所以它就用舌頭字跟 Lingos 它叫林格斯 好 那這個字典完全免費 完全免費下載 OK 除了免費下載之外 它這邊還有一個叫磁典庫 好 那磁典庫 音和 漢音 它還有繁體的 請問有沒有法文 有沒有德文 有沒有日文 韓文 俄文 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 義大利文 所以剛才那位老師 他要放十本字典在他旁邊 我不用 我只要下載一個軟體 然後把資料庫下載 然後我就在上面打一個字 然後他就 我有十幾本字典全部查出來 好 所以後來我就跟那個老師講 因為我看他這樣背個 對 有個東西 叫Lingos 怎樣怎樣這樣 那我就被他打了一下 我就找我講 我說你有沒有問我 有沒有問我 不過他真的超認真 超認真的 如果我算認真 他大概比我認真 六倍到八倍 甚至十倍 真的 因為他一個字可以查一個小型 那個極度高度的興趣跟熱忱 不然你怎麼可能去查這些東西 好 那超厲害的 OK 好 所以工具 我個人認為還是工具非常重要 不是最重要 但非常重要 因為工具可以幫助你快速得到很多的資料 我就示範給他看 我說你看下載 好下載對不對 你看那我要查一個字怎麼做 就說打幾句 然後我要打德文法文 最主要切換視窗 好 copy 貼 貼 貼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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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 因為都文字 所以Lingos 各位可以好好去使用一下 它事實上好像有一個字跟字典 但內容不是很完整 但甚至你要查中文字 它還有康熙字典整本資料庫 也就是你下載一個主軟體 然後你再增加它的資料庫進去 然後你中音音都可以查 這超厲害的 好 好 所以回來請看這一次 manage manage 所以請善用你的工具 來58 一請一下manu manu manu很簡單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ma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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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manu是什麼 手 fac 做 所以用手來做 來請一下manufacture manu 很簡單 再來 先是大康而已 59 mac 這就跟法文有關了 海情也叫marine marine marine 就跟海有關 所以後來潛水艇叫submarine 很簡單 好 所以meho me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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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六十 一起聽一下me di me di me di其實就是誰呢 me di 那它是很有趣的叫 顛倒造字 我們把母音標示一下 母音標示一下 沒有發現它就是顛倒啊 顛倒一下 這當然是比較進階一點的詞遠 那因為我們這兩個專門講字跟詞遠 所以其實應該各位應該能夠承受 好 我帶來舉個例子 來這裡是meo meo 舉個例子 來看一下 有一個字叫p-r-i-c-e 價錢 零費 對吧 來選一下price price 那當我們把c變成z 這時候它變成獎金跟獎品 所以要背很多的單字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會做一些小小的變化 所以來選一下price price ok 接下來你會發現下面這個字很有趣 因為它只不過是把price 順序稍微調整一下 變成price 就在詞原學裡面叫編導造字 ok 編導造字其實很多語言都有 而且跨很多語言 譬如說通文說來源編導變成原來 來源跟原來有關 ok 介紹 後來跑到日文 少介 初次見面 はじめまして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ちょっと情報紹介してください 麻煩你字母少介一下 這是漢字 完全是漢字 自我少介 它就是把介紹顛倒 很有趣 從中文的介紹變成日文的少介 有很多這種顛倒字 那除了中文 除了其實台語也有 中文叫客人 台語叫人客的顛倒 客人等客的顛倒 人客就是這樣 顛倒造字 所以跑到其他的語言當中了 好 我們現在盡量 你在學單字詞語的時候 盡量要避免 或者說你要發揮一下你的想像力 避免一個狀況叫做 現代人中心主義 像你看剛才那個字 是14世紀的字 如果你用現代人的思考 就只能想到現代人的東西 如果你回到四、五百年前 大地主、殿農、貴族、平民、百姓的那個時代 那你就可以想到 那時候的感覺大概是怎樣 你會比較精準地去抓到那個字根的含義 好 所以正名是Appreciate Appreciate OK 感激、感謝 所以我剛才講那個 為什麼會有點散風巧呢 我剛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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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很聽大陸人講話聽多了 Appreciate、 appreciate 正名是Appreciate 好 我剛才講那個 現代人中心主義 就是如果你一直 我們譬如說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主要的語言叫什麼 叫國語 叫普通話 請問唐朝主要語言是國語、普通話嗎 不是 聽說唐朝主要語言是台語 是台語 沒有 有翻過將近久嗎 沒有 唐朝一位詩人叫詩仙 李什麼 李白 李白講台語你知道嗎 嗯 我想真的不是想講的 將 李白 所以老師的網站上 不是只有英文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跟語言有關的東西 我有興趣我就去研究一下 然後就發現超有趣的 好 來 我們找一位老師念古台語給你聽 還有配樂 有 我 是 我 對 我 我 我 你 天歌東明天彬彬彬彬彎 雕如青心無心酸 人生定義四千萬公 春天春光彗冠 天生落在邊 雕如青心無心酸 這是黎白的什麼 將近久 最有名的是下面這兩句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盡還復來 注意順序 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以千金散盡還復來 白話叫做錢花光再轉就有了 如果你還沒找到天生我才必有用 有老師說千金散盡還不來 就還不回來 所以你要先找到你的才能 在兩邊發揮 各位 剛剛台語咧 這是古台語 因為台語有七運 七運來念這個唐詩的這些東西 是非常美的 所以現在我們認為台語比較高級還是low 一般人 另外認為台語很low 其實不是台語的問題 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把台語講low了 唐朝人把台語講得這麼高雅 人家念詩的 所以李白當年一定是念台語的 好 天生我才必有用 必有用 我都不太會講 我們現代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現代人中心主義 所以我們講國語 我們就覺得古代一定講國語 不對 唐朝講台語 聽說漢朝講什麼叫 哈卡 漢朝講庚假話 所以超有趣的 每一個時代它其實有不同的主要的語言 OK 那當你有這樣的思維之後 你再去看非常多的東西 你就會比較有彈性跟想像力 好 我們台北市有兩個地方 一個地方叫中正紀念堂 我已經搞不清楚 它現在代表叫台灣民主紀念館 還是中正紀念堂 反正改來改去 好 第二個地方叫那個國父紀念館 這個地方比較沒有改 好 來 那今天想一想它的英文 中正紀念堂的英文叫 請問為什麼不是江賤私 江中正Mumori Ho 都不是 他是 因為是蔣介石的廣東話 蔣介石 為什麼不是孫逸仙是 因為廣東話 孫逸仙 蔣介石 所以根本就不是用國語 當初設定的時候就不是用國語 因為聽說他們兩位都會廣東話 所以就用廣東話的意義 是超有趣的 其實我們在住台北市的人覺得 蠻多的嘛 其他人家 你住台北市有十年了嗎 沒有 還沒 Mexca應該有啊 十年 你住這個女生不要講太久 住台北市有十年了 請問你有想過 中正經驗堂國父紀念館的英文發音嗎 Never 你從那邊沒想過 除非你去研究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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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會開始思考 欸 怎麼會這樣 欸 怎麼會兩個什麼 然後就 喔 原來是這樣 所以很多東西在你身邊 你可能是有一場 英文叫 Take it for granted 是 它為理所當然 可是考試會考 Take something for granted 是 什麼東西為理所當然 Take for granted Tick for granted 應是 Take for granted Tick for granted 好 最後兩個東西 我們可以休息一下 最近有個電影叫 《蝙蝠俠大戰超人》 不是 這是蜘蛛人嗎 不是吧 你是一方沒有一步聲 好 蝙蝠俠大戰 想看對蜘蛛人是嗎 《蝙蝠俠大戰超人》 有看過幾句說 有人看過了 有看過了 來 我們不要劇透 不過裡面是不是有驚奇 有嗎 就是本來預告裡面 沒有出現的人物後來出現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然後因為我前一陣子 跟我老婆去看那個什麼 搶救倫敦是不是 就是倫敦被恐怖分子攻擊 然後要有一個美國的英雄 要救倫敦 類似這樣子 就他們美國總統 那蝙蝠俠才一個半小時 《蝙蝠俠大戰超人》 兩個半小時 所以我覺得那個CP值滿高的 多了一個小時 票價一樣 OK 好 來 這裡是 Tech for granted 那為什麼講這個呢 因為我們本來認為 英雄系列應該是 都是好人嘛 對不對 大家在電影裡面開始 他產生了好人跟好人之間的衝突 誰定義 什麼叫好人 好 就是說超人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他不小心會產生一些負面的效果 那蝙蝠俠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也會不小心產生一些負面的效果 那請問到底他做的是正義 還是為了他個人的名聲等等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什麼 正義論 哈佛正義論裡面在討論的事情 好 後來在戲裡面就是 美國的什麼國會 超人請來公聽會 然後說來你來跟我們說一下 到底你是怎麼做這些事情的 然後根據我們的規定 來做這些事情 比較不會產生太多負面的效果 好 正義是Deck for Granted 好 我個人是還滿喜歡這部電影的 但是前提是 因為我哥老婆看完之後 我說 你看懂嗎 他說不曉得他演什麼 我說難道你不曉得 變符俠前面的什麼什麼故事嗎 我就很開心地講兩聽他說 從來沒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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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你看不懂 所以如果你要去看這部片 你對前面的一些內容 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因為它裡面會藏很多的梗 其實都跟前面有關 因為它是後面的續集 所以它跟前面有關 聽說不是還有鋼鐵人對美國隊長嗎 有嗎 這部片上映了嗎 還沒嘛 好像也快要上映了 就是鋼鐵人跟美國隊長 好像是美國隊長被人家檢舉 怎樣怎樣 然後鋼鐵人就負責要去逮捕美國隊長 現在這個肯定也玩了很久 對不對 因為可以蜘蛛人逮捕鋼鐵人 鋼鐵人逮捕BG人浩克 BG人浩克逮捕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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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意思是 Deprogranty Deprogranty 所以我們本來以為英雄都是好的 但是可以去思考之後 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到底誰是對的 誰是錯的 誰代表正義 誰代表邪惡 不知道 好 所以Middy來這裡是Middle Middle 好 那講最後一個補充 中間中間 好 我們就休息一下 這個中間有另外一個意思 好 日文叫Hanbun Hanbun 這兩個字我在英國學的 有覺得日文嗎 Hanbun 中文怎麼寫 Middle Hanbun 中文怎麼寫 漢字怎麼寫 你知道嗎 我沒有學過日文 但是我因為可能對單字詞語 特別有興趣 所以你會發現 你會被培養出一種敏感 我在英國聽日本同學說Hanbun 因為他們在分一個東西嘛 我說Hanbun 這樣這樣這樣 我講Hanbun 然後我就知道嗎 然後我就拿一支筆 拿一張紙 我就寫半分 一半的半 分開的分 我說Is this Hanbun 我說Hanbun Sugoi né 可以講 就是比較熟的 就可以講 然後他說你怎麼會知道 我說不知道 我感覺Hanbun 因為他們就講一個東西嘛 有情境啊 然後他說Hanbun 他就比一個手勢 Hanbun 然後我想說中文半分 聽起來叫Hanbun 然後就寫來 欸真的 你會瘋中 這樣瘋也可以瘋中 所以其實很有趣 好 那我們跟這個 一半 做個聯想跟補充 因為中間嘛 中間就會一半有關 英文當中有三個一半 第一個是你也叫做Hanbun 第二個Demi 最後Semi 這三個都是什麼 都是一半 那為什麼這三個都是一半呢 第一個Hanbun 就是哪一個字 Hanbun 就是我們一般最常聽到的 Han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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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Han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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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個 一級像Demi Demi Demi也是一半 為什麼Demi是一半 Midu 中間 中間分一半 對很簡單 好 第三個 一級像Semi Semi Semi為什麼是一半 因為數字多少 5 數字6為什麼是一半 12小時的一半 就這樣 西班牙文聽說叫Siesta Siesta Siesta就是休息的意思 所以西班牙人認為6小時就要休息一次 不然會太累 所以早上六點起床中午要休息 中午休息完下午上班6點又要休息 要吃晚餐 晚上10點之前又要再休息 他們認為這個跟休息的規律有關 一半一半 就時鐘早一半就要休息 時鐘早一半就要休息 OK 就這樣 來跟你一支休息一下 Demi Demi Semi OK Semi is grateful 謝謝 謝謝